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戴维话收藏这个节目 在今天的这个视频当中呢,咱们继续的来学习词气鉴定 那今天这个内容呢,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明代成化的斗彩的二龙细珠文碗 那这个成化的斗彩呢,有好多种称呼 有叫这个田彩的,有叫点彩的,青花田彩,青花点彩等等 那我们来看这只这个二龙细珠文的碗 它是先用这个青花啊,大家仔细看这里头啊 这都有是青花在下面描出来了这个 文室的这个这个外面这些图形 然后在外面在田上的这个绿彩啊 但是呢,它口言下面的这个绿彩和这个墙族上的这个绿彩 下面并没有啊,这个所谓的青花 它只是在上面用这绿彩来画 这个口呢,稍微的是撇口啊 然后呢,深的这个 呃,碗的这个地啊 然后墙族 是矮圈族啊,不是很高 然后这个墙族的特征呢 是成化这一期的特征 那成化这些瓷器呢,我做了很多的介绍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以前的这些啊,视频当中的介绍 我这些其他方面就不做详细的讲解了 那现在市面上出现了很多的房品 我们怎么样鉴别这些房品呢 其实呢,还是第一就是要多看真品 看真品,要看它的胎,看它的诱 看它的这个色彩,看它的绘画 看它的这个文史布局 以及看它的圈族和它的这个 啊,款制这些方面啊 我们要特别留意,你看成化这一本朝的 它的这个绿彩在填的时候啊 里面泛黄,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 它并不是一种纯粹的绿啊 我们也可以管它叫黄绿色都可以 你看,大家要仔细看 这些是成化这时候的特征啊 我们看,无论是其他这些啊 都是很明显的啊 这里头 然后呢,看它这个笼这里头啊 这个彩的这个石彩以后 这些细微的地方啊 这是房品现在做不到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它当时的烧窑的这个技术 没有现在这么好 现在的烧窑技术是非常非常好 特别是现在如果是 又如果用这个气窑 缩氏窑来做 有一些东西啊 做这个本身这个瓷器啊 它因为摇温控制的非常好 那现在的瓷器呢 可以说单纯从工艺上来讲 远超古代的时候啊 那很多的情况呢 它不会出现这样子的啊 这么明显的这些啊 因为技术的问题所形成的 大家留意看 这些都是当时因为成化那时候的烧窑技术啊 以及这个的材料的研制啊 就研磨啊 没有那么精细 所以形成的这些 这都是辨别真伪的一个非常主要的特征了 我们看这里头啊 这都是已经是变成它特征性的东西了 看它的这个圈竹 那从圈竹里面呢 可以看到它胎的情况 因为这里面没有适用 那成化的胎呢 特别洁白的细腻啊 有的时候呢 就形成所谓糯米胎啊 这是非常明显的 而且呢 它的这个修足的方式呢 当然现在仿的时候 可以按照成化这样的特征去仿 特别是做1比1的这个复刻 或者是高仿的啊 这些都没有问题 但如果低仿的就会出现问题了 我们看它的这个款制啊 大明成化年制 六字双行的这个凯书款 外加双圈框啊 那我们通常讲 它有一层雾蒙蒙的感觉 有的时候呢 也清晰 但是清晰呢 你要看整体的这个情况 这个清晰 它是有其特征的 我再给放大看 这个首先这青花 并不是浮在表面 已经沉下去了 大家如果分不出来 什么叫浮在表面和沉下去呢 最好的办法呢 就是如果手里有这个瓷片啊 那是标本 和这个新的 刚烧出来的 或烧了几十年的 你都可以做一个对比 就能理解了 好 那今天的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 戴维话收藏这个节目 欢迎大家点击下方的关注 以及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呢 您就可以看到我们以往不同视频的内容 以及未来我们持续不断更新的视频的内容 再次谢谢大家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再见